东亚局势进一步震荡 台湾副总统访日 傅政华被正式公诉 孙力军团伙审判罪名大有蹊跷 中共或拿下澳洲 澳中经济关系可能破冰 日本修宪呼之欲出 北京战狼政策苦果自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在大陆粉红还在为安倍晋三遇刺 写大谱奔之时 台湾的对日外交却出现巨大突破 台湾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 未出席安倍晋三前首相的葬礼 11日突然访问日本 在谢长廷大使的陪同下 到安倍家慰问 曾派驻北京10年的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说 日台外交出现重大突破 外电认为 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肯定会震惊北京 台湾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表示 赖清德计划出席12日 在东京举行的安倍晋三丧礼 这是台日1972年断交以来 赴日层级最高的中华民国政府首长 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下午表示 赖副总统与安倍前首相及亲属 是多年好友 对于安倍不幸离世 赖副总统深感哀悼不舍 也是为感念安倍对台日关系的重大贡献 石板明夫在脸书发文指出 日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台湾的总统 副总统 行政院长 外交部长 按惯例是不能访问日本的 他表示 听说赖清德副总统本来当天是打算到台北市 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调宴安倍晋首相的 但突然出现在东兴的街头 说明日本政府突然决定发给赖副总统访日签证 这是1972年日台断交50年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 石板明夫说 石板明夫认为 这也是说明安倍首相不但继承了安倍首相的挺台政策 而且更往前迈了一大步 他指出安倍前首相遇刺以后 台湾社会沉重悼念 加深了日本国民对台湾的亲近感 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 日本政府不得不顺水推舟 作为日本人的石板明夫说 感谢安倍首相的英明决断 他还说能够接受来自台湾的好朋友 赖副总统的亲自调宴 在天堂的安倍前首相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 台湾已透过适当管道向日方表示深切悼念 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 外交部长吴昭谢 均已于11日上午前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台北事务所致意表达我方的追思 有评论指安倍晋三的离世 大陆出口网红发泄一番外 还将面临更严峻的中日形势 而台湾却与日本关系更紧逼了 二十大前 中共原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本周被警察机关提起公诉 上周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出庭受审 两人均为孙力军政治团伙重要人物 他们被治罪 被视为习近平清除党内一起的步骤 但奇怪的是 原来指控他们的很多政治罪状 并没有在公诉状中出现 现年67岁的傅政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公安部副部长 司法部部长和党组副书记 中共媒体曾将傅政华称作老公安 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 今年3月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他被控参与了孙力军政治团伙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称 傅政华利用职权或者地位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财务数额巨大 并包庇违法犯罪者 因以受惠和循私网法罪追究其行事责任 在今年3月傅政华被双开时 中纪委当时的通报措辞极为严厉 有大量的政治指控 就在傅政华被公诉前数天 7月8日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孙力军一案 曾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的孙力军被控受贿 操纵政权市场 非法持有枪支三项罪名 2021年9月 孙被立案调查 开除党籍和公职时 中纪委的通报也使用了大量不寻常的表述 列举其政治阴谋及反动本色 时事评论员邓玉文曾指出 对孙力军的指控在当局被查处的官员中相当罕见 表明孙案不是一起通常的权钱 权权和权色交易的腐败案 而是当局最忌讳的政治团伙案 然而去年11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是以涉嫌社会罪 对孙力军作出逮捕决定 两个月后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罪名是涉嫌社会 操纵证券市场 非法持有枪支 原有可能涉及行控的一条 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也未被提及 有海外华文媒体指出 对孙力军负责华控罪几乎谨涉经济犯罪 而非政治过失 这一正转经似乎有高举侵放之险 时事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客席教授林何利 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表示 现实中共内部斗争激烈 估计习近平不想把事件与党内斗争扯上关系 新西兰资深媒体人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也曾指出 过往周永康 薄熙来这些被当局定性为野心家 且盛传涉政变的诺马高官 也仅被公开指控涉受贿及滥用职权罪 指示周永康多了一项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 因而外界相信 以经济罪掩盖涉及党内斗争的政治罪 已是中共内部的规则 当然中纪委的大多数政治指控 并无对应的刑事罪名也是一个原因 澳大利亚和北京的关系曾经非常紧张 然而随着工党上台 经济关系或有缓和的余地 近日澳洲外长举行近三年来首次双边会谈 这被视为澳洲关系解冻的第一步 专家认为中共可能逐渐缓解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 澳洲关系将会以迂回方式逐渐修复 但是澳大利亚在政治和军事上依然是美国坚定的盟友 中国曾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主要从澳大利亚采购煤炭 铁矿等大宗原材料 另外也从澳大利亚进口海鲜 葡萄酒等农产品 澳大利亚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预法》 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2020年呼吁国际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让中共不满 作为报复 中共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大麦、煤炭、牛肉、木材、糖、棉花和海鲜 等十多项关键产业科征高额关税 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莫里森政府时期的决策引发了中共对澳大利亚一系列贸易食材 新的工党政府想要尽快让中共明白 政党已经轮替 在美国对于新冠病毒源头调查不再热衷后 工党政府也不会继续扩大事端 而中共也敢受到新政府的用意 台湾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 北京想要的是澳大利亚在政治原则上的承诺 澳大利亚不可能退出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关系 而是澳大利亚最有可能的就是重申一中政策 在台湾议题上妥协 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认为 阿尔巴尼斯日前的发言 不会对澳洲关系修复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中共其实很明白 与自由党明确的切美倾向相较 澳大利亚工党会试图保持在美中之间的中立 想办法左右逢源 陈杰教授表示 虽然相较于莫里森政府 工党政府比较擅长于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 但绝对不可能过度亲近中共 他说西方政治本身有自己的制度与价值理念 再者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过去美国出兵打仗时 决定让澳军追随美军参战的几乎都是工党总理 他们最初从政时都是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是工会里的左派 但是英美与德日一开战 他们就变成了狂热的战争参与者 毕竟澳大利亚 新西兰与美国是传统盲国 价值观相同 陈杰指出 工党政府在关键时刻必然靠向美国 但是目前会尽量保持在美中之间的平衡 7月11日星期天 日本政治上保守的执政联盟 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并可能有助于和平宪法的历史性修改 北京对这一事态发展表示忧虑 星期一得到确认的选举结果显示 执政的自民党及其伙伴日本公民党 扩大了执政联盟在国会上院的多数席位 支持修宪的势力在上院获得了三分之二多数席位 达到了修宪更可能实现的一个重要门槛 星期天 日本第26届参院选举统计票 自民党单独确保了改选席位过半数的63议席 超过改选前的55个议席 获大胜 自民党和公民党两职政党议席数达到76个 加上非改选议席70议席 达146议席 大大超过了参议院的半数席位 被视为赞成修改宪法的修宪势力 及自民党 公民党 日本维新会 国民民主党一共有177议席 超过在国会提出修宪法案所要求的三分之二议席 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呼之欲出 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 岸田首相在自民党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将采取措施应对物价上涨和加强防御能力的决心 岸田指出 我们属于战后最困难的局势 我们需要在对应危机的态势下进行政权运营 他还表示 我们将继承前首相的思想 解决绑架 修宪等难题 外界有评论指出 北京由于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和战狼外交政策 大大刺激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成长 而美国也不得不放松对日本的现实 接下来将有很多令中共头痛的事情出现 前呼万唤万媒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唤 TV 粤语台 合理深入 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本期万唯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